欢迎收听主茶品读 感谢您的关注和点赞 今天和您分享散文 绝对平民 作者 周国平 我的书柜里竖着一张黑白照片 相纸有些发黄了 照片上是一个男婴 刚会站立的样子 站在一只木制大圆筒里 背景是一个门厅 那只大圆筒 其实是一座楼梯扶手的下端 扶手十分宽大 漆的油亮 小男孩胖乎乎的 憨憨的笑着 女儿三岁时问我 那是谁 当他听说就是小时候的爸爸时 抬起头望我 一脸疑惑的神情 事实上 同样的疑惑也在我的心中 把这个小男孩和我联系起来的 唯一依据是许多年前父母的告知 这个联系如此抽象 我始终无法将它还原成我的具体生长过程 其父母说 照片是在新兴公司大厅里拍摄的 新兴公司是解放前上海四大名牌百国公司之一 在南京路最繁华的地段 现在那里是上海食品公司 根据我的推算 父亲进这家公司当初那原始的年龄 是二十岁 两年后 与我的母亲结婚 然后 有了我的姐姐和我 二十九岁时 上海解放 他离开了这家公司 我可以断定 在新兴公司的九年 是父亲一生中最惬意的时期 我的证据是照片 在父亲和母亲的相册中 几乎全部照片都是这个时期拍的 那时候 父亲年轻英俊 显然喜欢游玩 经常嫌母亲在护航苏留影 从照片上看 父亲和母亲衣着体面 一双幼小的儿女十分可爱 一家人其乐融融 姐姐和我的照片 多是幼儿阶段的 其后出现长期的空缺 我的弟妹们 则几乎没有童年的流影 反映了家境的变化 读中学时 我曾仔细整理这些旧照片 因为老照片一破损 就自己动手 制作了一本很像样的新相册 有周曼华的亲笔签名 问母亲才知道 这位与周璇齐名的大明星 曾是母亲的结拜姐妹 当时他们都住在前家堂一带 经常在一起玩 这一发现令我非常吃惊 使我意识到 母亲并非生来 是位子女操劳的家庭妇女 她也有过花样年华 在我妹妹烧照片的革命行动中 周曼华的预照 当然没有幸免的可能 母亲生性安静 总是勤勉而无声地做家务 完全不像一般家庭妇女那样 爱唠叨 父亲每个月把工资交给她 一家的生计安排 就落到了她的肩上 她很会安排 譬如说 每逢中秋 我们家是买不起月饼的 但她一定会自制一批月饼 也很香酥可口 幼小年纪的我 无忧无虑地享受着母亲的照料 哪里能体察到她心中的压力 上小学时 有一天放学回家 我发现家里笼罩着异样的气氛 父亲不在家 母亲躺在床上 地板上一只木盆里盛满血水 邻居们聚在屋子里外 议论着什么 三岁的小弟弟 悄悄告诉我 妈妈生了个死孩子 是女的 五岁的大弟弟补充说 手还没有长成呢 父亲用一只大铲子运走 丢到门外放死孩子的地方去了 我听见一个邻居在劝慰母亲 而母亲回答说 死了还好些 活得还不允许把她弄死呢 我默默听着 惊诧于母亲的悲苦和狠心 突然感觉到了小屋里笼罩着贫困的阴影 曾几何时 也是在这间小屋里 母亲在同一只木盆里洗衣服 她的年轻的脸 沐浴在阳光中 对着我灿烂的笑 这样甜美的情景 仿佛遥远的不可追寻了 除了最小的妹妹外 我有一个弟弟也是夭折的 据母亲说 她比我小一岁 生下后几天就死了 在我整个童年时代 我无数次的怀念 这个对我只毫无印象的弟弟 因为他与我年龄最接近 我便想象 他如果活了下来 一定会是我的知己 于是为失去他而格外伤心 虽然生活比较窘困 父亲和母亲的关系 仍是十分和睦的 我从未看见他们吵架 他们会为日常开支烦恼 但从来不曾抱怨命运 量入为初 精打细算 他们把这样的生活方式 视为天经第一 也许当时多数人家 都是这样过日子的 所以并不显得难以忍受 童年的家境 使我习惯了过节俭的生活 在以后的生涯中 物质上的艰苦对于我 始终不成为一个问题 我从来不觉得 节俭是一种痛苦 由于奢华是我全然陌生的 我也不觉得奢华是一种幸福 直到现在 虽然常有机会 瞥见别人的奢华生活 我仍然自然而然的觉得 那是一种与我无关的东西 对之毫无动心 父亲和母亲 给予我的另一笔遗产 是老实做人 他们都是本分人 压根不知道有玩心眼这种事 在邻里之间 也从来不东家长 西家短 这种性情 遗传给了所有子女 我们兄弟姐妹五人 都绰于与人相斗 在不同程度上 显得窝囊 我的妻子和朋友 在接触了我的家人之后 都不禁为我的老实而感慨 比较起来 我算最不窝囊的 但是 我以及真正了解我的人 都知道 其实 是我后来的 所谓成功 掩盖和补偿了 我的窝囊罢了 我的家庭 实在是平凡的 不能再平凡了 如果 要查文化传承 就更无渊源可寻了 无论父系 还是母系 上一辈亲属里 找不出一个 读过中学的人 我的父亲 在其中 算是最有文化的 但也只读过小学 靠自学 才精通文末 母亲 则是通过扫盲 才识字的 父亲的柜子里 只有少的可怜的书 基本上是干部 学习资料之类 此外 有几本苏联 凡特小说 和一本 福尔摩斯探案 表明父亲 也曾经有过一点 消遣的阅读 高考报名前 上海一所大学 为考生提供咨询 一位老师 听说我要报文科 问我是否 受了家庭的影响 我能举出的 只有父亲柜子里的 一套毛选 我有一些朋友 也出身平凡 但他们 能够在家谱中 追溯到某个 显赫的仙人 我 却连这种光荣 也丝毫没有 为了奚落他们 也为了自嘲 我想他们 产发了一个理论 第二等的天才 得自家族遗传 第一等的天才 直接得自大自然 当然 这只是一个玩笑 因为我不是天才 不过 就理论本身而言 多少 有一点道理 历史上 有一些人才辈出的名门 但也有许多天才 无家族史可寻 即使在优秀家族中 所能遗传的 也只是高智商 而非天才 天才的诞生 是一个超越于家族的自然世界和文化世界 在自然世界这一面 吴宁说 天才是人类许多世代之精华的遗传 是广队 是广阔范围内 无血缘关系的灵魂转世 是中天地之灵秀的产物 是大自然偶一为之的杰作 谢谢您的收听 如果您喜欢的话 请您关注我 也欢迎您到评论区留言 下期再会